为您带来艾米丽·伯朗特的《呼啸山庄》 提起英国女作家就不得不提起伯朗特三姐妹 而《呼啸山庄》便是三姐妹之一 艾米丽·伯朗特的作品 这也是她短暂一生当中的唯一一部小说 姐姐夏洛蒂与妹妹艾米丽于1947年 分别发表了《简爱》和《呼啸山庄》 作品问世后《简爱》被评论家高度赞扬 《呼啸山庄》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而且负面评价居多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可怕的恐怖的小说 还有人说这部小说拼拼凑凑不成个体统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夏洛蒂写《简爱》之前的恋笔之作 不过艾米丽没有时间为她的作品解释 因为她一直疾病缠身 一年多后就相消欲损了 年仅三十岁 姐姐夏洛蒂后来在《呼啸山庄》的许言中说 如果艾米丽还活着 她一定能写出更成熟的作品 但过了将近半个世纪 《呼啸山庄》独一无二的写法 和淋漓尽致的表现形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推崇 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 很多评论家从心理分析 结构主义 女权主义等角度 对这本小说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还在文坛掀起了一阵艾米丽热 小说讲述了两个家族 两代人持续了几十年的恩怨纠葛 吉普赛契儿·西斯克里夫被《呼啸山庄》主人领养 并与山庄中的小姐凯瑟琳相爱 但凯瑟琳的摇摆不定 让这份爱情的走向扑朔迷离 那么他们能否能跨越阶层 打破所谓的世俗文明 书写一部《爱情罗曼史》呢 在写作手法上 《呼啸山庄》也别具一格 他引入了两位局外人 房客洛克伍德先生 以及管家迪恩太太 作为故事的叙述者 顺序部分由洛克伍德先生 作为第一人称来讲述 道序的部分则由迪恩太太 作为第一人称来讲述 为了叙述方便 我们将采用第一人称 来讲解这个故事 让我们跟着洛克伍德先生 一起入住《呼啸山庄》 聆听这两代人的爱恨情仇 那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今天夏天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定居 我心满意足地 看着刚租下的画梅田庄 这地方是远离城霄 幽景荒凉 简直就是厌世者的理想天堂 为了感谢房东西斯科里夫先生 让我租下如此情有的地方 我一到达田庄 就马不停蹄地前往房东居住的 胡啸山庄 表达我的谢意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房东西斯科里夫先生 一点也不友善 我自保家门 但他丝毫没有放松戒备 反而粗鲁地打断我的讲话 我绝不允许什么人给我造成不便 进来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 说出这两个字 不情不愿地让我进门 我在山庄门口 看见了1500和哈顿恩肖这些字样 我开始好奇这个地方的历史 看到房东那副不耐烦的表情 我大笑了这个念头 胡啸山庄是西斯科里夫先生住宅的名字 胡啸是当地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 用来描绘在狂风暴雨 自以肆虐的天气 进到山庄后 西斯科里夫先生去找他的仆人约瑟夫 把我与一只母狗和几只小狗仔扔在客厅 那只母狗完全不能领会我的友好 还对我进行围攻 我一边防御一边大声求救 可西斯科里夫和约瑟夫慢悠悠地走出地窖 还责备我主动招惹那些狗 受到如此怠慢 我有些生气 不过西斯科里夫却放松了些 与我交谈起来 此时他放松了语气 并找了些我感兴趣的话题 我认为我们相谈甚欢 因此在告辞前 我兴致勃勃地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但他显然不希望再被打扰 第二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 我赶着大雪又来到了狐小山庄 可恶的是 我顶着大雪敲门 把手指截都敲疼了 除了狗肺声 无人相迎 这样的待客之道激怒了我 我拼命地摇着门 想着我飞进去不可 雪越下越大 幸好一个年轻的仆人 从后面走出来 带我绕了一圈 进到了昨天的客厅 壁橱里火烧得正旺 桌子旁的背光处 做了一位很年轻的太太 但她并未理会我这个客人 也未邀请我落座 而是表现出一副 蔑视一切的冷漠模样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 我试图找找话题 她却冷冰冰地说 你根本就不应该来 这位太太说的话 简直比西斯克里夫还刻薄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样貌 无疑她是美丽的 身材苗条 断装修丽 显然还是一个少女 但是让我感觉奇怪的是 她的双眼里流露出 几乎面是一切 和有点无可奈何的神色 让人有点别扭 那位领我近来的年轻仆人 也走进来烤火 并且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突然有些疑惑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不是仆人 她乱七八糟的头发 胡茬和粗糙的手 表明着这是个干苦力活的角色 但是她的行为 却没有仆人的那种小心翼翼 甚至对太太也毫无侍奉之意 这一屋子的人都奇奇怪怪的 让我感到举处不安 西斯克里夫的出现 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于是我亲热地跟她打招呼 不过她也如同太太一样 责备我暴风雪天跑出来 我又问她 能否借个向导带我回田庄 她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西斯克里夫粗暴地指挥太太 起茶 她的脾气真的很糟糕 不过她又邀请我喝茶 我想着 多避一下风雪也好 便欣然接受了 此时屋内一片沉默 好吧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有义务让气氛热了起来 我一边喝茶 一边夸赞西斯克里夫 有位贤惠美丽的太太 还没带我夸完 西斯克里夫铁青着脸打断了我 我可没什么贤惠的太太 原来那位年轻的太太 并不是她的妻子 而是她的儿媳妇 我自知失眼 试图想办法弥补 我又猜测 那位有些粗鲁的年轻人 并不是仆人 而是小西斯克里夫 于是我转过身 对着这位年轻人 夸赞她厌俯不浅 拥有一位漂亮的仙女 可事情仿佛更糟糕了 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 双手握拳 一副要打人的样子 还冲我骂了一句脏话 我尴尬地转过去 假装没听见 西斯克里夫嘲笑我都猜错了 我好奇地问到 这位年轻人是谁 她大声吼道 我叫哈顿恩肖 你给我放尊重点 哦 真的是太复杂了 我决定谨言慎行 安安静静地喝完茶 我发现 外面的天气更恶劣了 狂风暴雪 一片混沌 西斯克里夫指挥仆人 把羊赶回羊圈 我焦急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 但没有一个人理睬我 大家都各干各地活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西斯克里夫太太 我希望她能证实一下我的困境 便向她求助 可是她泰然自若地给了我一个建议 让我沿着来的路回去 这简直是太冷漠了 我质问她 如果我死在大雪中 她不会自责吗 可她依旧轻描淡写地回答 怎么会 我又没办法送你 就连围墙边上 他们都不让我去 这时西斯克里夫的声音 从厨房传进来 他说 希望这次能给我个教训 让我不要冒冒实实地上山 而且告诉我 如果留下来过夜 只能和约瑟夫或者哈顿 合睡一张床 这样的侮辱让我怒火中烧 我忍无可忍地冲出院子 抢过约瑟夫手中的提灯 准备自己走回去 可约瑟夫却命令了一些狗 把我扑倒 西斯克里夫和哈顿 在一边袖手旁观 哈哈大笑 我的愤怒和委屈达到了顶点 鼻血喷涌而出 除了大骂不已 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这时 一位女管家听到外面的喧闹 出来看到满脸是血的我 挺身而出 一边责备哈顿 一边给我浇了一桶冷水 帮我拖进了厨房 帮我进行包扎 这个时候的我 头昏眼花 浑身无力 想走 也走不了了 好心的管家泽拉 将我拉到一间房间里休息 我把蜡烛放到窗台上 发现窗台的漆面上 画满了字 虽然性不同 但来来回回都是一个名字 有些是凯瑟琳恩肖 有些是凯瑟琳西斯克里夫 有些是凯瑟琳林顿 我拿起堆在窗台上的书翻了翻 发现书的空白处写了很多批注 这些批注实际上是一些日记或者涂鸦 我对这位凯瑟琳产生了好奇 便开始翻阅她的日记 稚嫩的笔触记录了少女的喜怒哀乐 我看着看着 便浑浑沉沉地睡着了 不一会儿 狂风吹着树枝敲打着我的窗户 打扰了我的睡眠 我本想翻身继续沉睡 可这树枝真的是太扰人了 我得让他们不要发出声音 我从床上爬起来 用拳头打碎了玻璃 伸出手试图去抓住树枝 可是我没碰到树枝 却被一只冰凉的小手紧紧抓住 接着一阵哀求声传来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差点吓疯了 你是谁 颤抖的声音 回答道 凯瑟琳明顿 我迷路了 我仿佛看见一张脸在窗外 恐惧笼罩了我的全身 我将那只手拉到玻璃上 来回摩擦 可直到鲜血染红了窗铺 那只手也不肯松开 我设法骗他放开手 用一堆书堵住窗口 可那只手一直在挠着 再推着 哀求的哭泣声不断地传进我耳朵 我吓得无法动弹 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门开了 一丝微弱的光亮照进来 将我从梦眼中解救出来 有谁在这儿 是西斯克里夫的声音 我翻身打开门板 把西斯克里夫吓了一大跳 他仿佛遭到电击一般 将手中的蜡烛扔了出去 是你的客人先生 我大声发泄我的不满 这个房间闹鬼 有个叫凯瑟琳的疯姑娘 非要从窗外进来 西斯克里夫的情绪却更激动 我突然想起在日记里 凯瑟琳似乎和他有些关联 我便跟他讲了我的噩梦 解释我只是睡着 看多了那个名字而已 西斯克里夫让我先出去 我不敢乱跑 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里 却无意中看到了 他在房间里的奇怪举动 西斯克里夫推开窗 悲怯地哭泣道 进来吧 凯瑟琳 我的心甘宝贝 这一幕和西斯克里夫 平时的样子 截然相反 他这幅悲痛欲绝的样子 让我心生怜悯 但走出房间的西斯克里夫 马上恢复了坏脾气 可怜的泽拉 承受了他的雷霆之怒 正在看书的儿媳妇 也遭到他一顿臭骂 不过 我已经完全没有了 起初的好奇 天微亮 我就立刻启程 赶回花美天壮 洛克伍德先生租下了花美田庄 并前往胡销山庄 拜访房东西斯克里夫 居人于千里之外的房东先生 让洛克伍德充满了好奇 第二天 他继续拜访胡销山庄 并见到了西斯克里夫 冷漠的儿媳妇 仆人哈顿等人 这些人的相处方式非常古怪 而且对克罗伍德 都十分不友善 被暴风雪阻挡的克罗伍德 在胡销山庄 度过了噩梦缠身的一夜 却无意中看到了 西斯克里夫 伤心欲绝的样子 胡销山庄 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古怪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我哆哆嗦嗦地走了一早上 终于回到了化媒天庄 管家和仆仪们兴奋地冲出来迎接我 他们都以为我死在了昨天的暴风雪中 胡销山庄的一切 掉起了我的好奇心 待管家迪恩太太送晚饭的时候 我忍不住向她打听起 西斯克里夫一家的情况 迪恩太太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 她告诉我 我昨天看到的少奶奶 叫凯瑟琳林顿 是化媒田庄已故主人的女儿 西斯克里夫是凯瑟琳林顿的姑父 她丈夫小西斯克里夫 其实是她的表弟 而那个不像仆人的哈顿恩肖 是胡销山庄原主人的儿子 也是凯瑟琳的 娘家表兄 迪恩太太对西斯克里夫的评价很差 说她粗鲁强势 霸占了原本属于哈顿的家产 这下 我对这家人更好奇了 恳请迪恩太太 给我讲讲这些邻居的事情 于是 迪恩太太一边做针线活 一边开口讲述 那时候 呼销山庄的主人还是老恩肖先生 他有一双儿女 儿子叫新德利恩肖 也就是哈顿的爸爸 妹妹叫凯瑟琳恩肖 有一回 老恩肖去利物浦办事 几天后 却带回来了一个脏兮兮的孩子 这个孩子 是老恩肖在利物浦街头捡到的 他打听了很久 也没找到孩子的亲人 老恩肖便把他带回家 并给他取名 西斯克利夫 一开始 除了老恩肖 没有一个人喜欢西斯克利夫 但很快 年幼的凯瑟琳便和他打成一片 凯瑟琳实在是个 让人头疼的野丫头 他经常捉弄欺负别人 还常常和自己父亲对着干 故意惹恼自己的父亲 不过 西斯克利夫对他言听计从 他也非常喜欢和西斯克利夫在一起 我始终不明白 老恩肖为什么会如此宠爱西斯克利夫 甚至超过了他的一双儿女 只要儿子辛德利 稍微表示出对西斯克利夫的一丝不满 老恩肖就会大发雷霆 但辛德利总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 折磨西斯克利夫 因为他恨西斯克利夫 抢走了父亲的爱 直到辛德利出去读书后 家里才太平了一些 几年后 老恩肖先生去世了 辛德利带着妻子回家奔丧 成为了呼啸山庄的主人 他的仇恨终于得到了发泄 辛德利不让西斯克利夫再上学 还把他当作仆人使唤 让他到农场上干重活 一开始西斯克利夫对这些都可以忍受 因为凯瑟琳会把自己所学的都交给他 而且也会陪着他干活玩耍 他们从不在乎责罚 是背圣经还是背抽鞭子 只要他们两个能在一起玩耍捣蛋 他们就会蛮不在乎的将那些惩罚都抛在脑后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这样一直粗鲁无理地长大 直到有一天 他们误闯了林顿家族的画梅田庄 那天晚上 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又溜出去玩 他们跑到了画梅田庄 趴在外面的窗台上 看见了田庄的两位小主人 埃德加林顿和伊莎贝拉林顿 他们正为了抢夺玩具不住地哭 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见状 哈哈大笑起来 还装出鬼哭狼嚎的声音吓唬人 这声音把林顿兄弟吓得够呛 他们哭着大喊爸爸妈妈 听到大人的声音 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赶紧逃跑 可这时凯瑟琳摔了一跤 原来主人家放狗出来抓人 凯瑟琳的脚脖子被狗咬住了 他们两个被拎进了屋子里 埃德加认出了凯瑟琳 但林顿太太一开始有些不相信 她说 恩霄小姐怎么会和一个野小子 在野地里乱跑 不过 当她看到凯瑟琳身上的校服 就确认了凯瑟琳的身份 也想起 那个野小子 就是老恩霄 从利物谱捡回来的孩子 林顿一家 让凯瑟琳安顿下来养伤 却把西斯克利夫赶走 西斯克利夫原本不愿意丢下凯瑟琳 但她从窗外看到凯瑟琳 十分享受林顿家的照顾 便自己回到了胡销山庄 凯瑟琳在化眉田庄住了五个星期 直到伤口彻底痊愈了 才回到了胡销山庄 在这段时间内 恩霄太太经常去看望她 还用好衣服和奉承话 去提高凯瑟琳的自尊心 恩霄太太的目的是 让自己的小姑子变成一个淑女 回到家的时候 凯瑟琳不再是以前那个 不修边斧的野孩子了 她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 棕色的卷发披散在肩膀上 身上穿着华丽的绸缎长袍 脚上踩着发亮的皮鞋 还斯斯文文地亲吻了我 此时 西斯克里夫已经来到客厅 准备迎接凯瑟琳了 可她发现 以前那个和自己一样 蒙头垢面的伙伴 变成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千金小姐 想到自己黑乎乎的脸和手 以及三个月没换的衣服 西斯克里夫缩到了椅子的后面 辛德利很满意地看着 西斯克里夫的狼狈 故意大声叫她出来 让她像其他仆人一样 欢迎小姐回家 凯瑟琳看到小伙伴 躲在椅子后面 高兴地飞奔过去 亲了她的脸 开玩笑地说 自己可能看惯了 埃德加和伊莎贝拉 这下看到西斯克里夫 怎么那么黑 那么脏 她还诚恳地建议西斯克里夫 去洗洗脸 梳梳头发 西斯克里夫觉得自己遭到了嘲笑 猛地抽回自己的手 叫嚷到自己就是喜欢脏 然后生气地冲了出去 凯瑟琳不明白 西斯克里夫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不过 孩子心性的他们 很快就和好了 只是 似乎再也回不到 以前那般亲密了 第二年的六月 新德利的孩子 哈顿恩霄出生了 不过 身患费劳的恩霄太太 生完孩子便撒手人寰了 小哈顿便交由我抚养 经历了丧妻之痛后 新德利变了 他开始自暴自弃 每天酗酒 赌博 呼啸山庄 变成了一座地狱 仆人们都受不了他的霸道凶狠 最后只剩下我 和约瑟夫留了下来 而且镇上所有人 都断绝了与我们的交往 只有化眉田庄的 埃德加 经常来看凯瑟琳 自从凯瑟琳从化眉田庄回来后 就一直和林顿家相互来往 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凯瑟琳从来不会露出 粗鲁撒野的样子 当林顿对西斯克里夫 表示厌恶的时候 他从没有为自己的玩伴辩解过 而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模样 但他自己在家时 又会变成那个 无拘无束的小疯子 当西斯克里夫表示 看不起林顿的时候 凯瑟琳也不会去附和 他觉得自己 真是左右为难 有苦难言 有一天 新德利外出了 西斯克里夫想与凯瑟琳作伴 但是凯瑟琳却邀请了林顿来做客 西斯克里夫很不高兴 说凯瑟琳陪伴林顿的时间比自己多 面对西斯克里夫的责备 凯瑟琳也发火了 他认为西斯克里夫像个哑巴 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不说 凭什么自己要一直陪着他 的确 日复一日的劳累伙计 让西斯克里夫早年受到的教育都丢了 因为无法追上凯瑟琳学习的步伐 他打消了读书学习的念头 现在的西斯克里夫 跟其他仆人一样 拖着懒洋洋的步子走路 神情粗鄙猥琐 而且性子越来越孤僻 争执之间 凯瑟琳听到外面的马车声 他刷地站起来迎接他的朋友 西斯克里夫走出房门 林顿走了进来 他们俩一个如同满目荒凉的煤矿 一个却像美丽肥沃的河谷 林顿进来以后 凯瑟琳打发我出去 因为辛德利交代过 不能让他们两个独处 我只能拒绝凯瑟琳的要求 在旁边作作家务 凯瑟琳见我不听话 便像往常一样 在我胳膊上狠狠地掐着拧着 我痛极了 故意大叫道 小姐 你没权利掐我 因为有外人在 凯瑟琳的脸红到了耳根 慌忙地失口否认 我直接露出了 被掐得青子的胳膊 揭穿了他的谎话 这下可激发出了 凯瑟琳内心的野性 他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 小哈顿看见我被欺负 在一旁喊 坏心眼地孤过 凯瑟琳听见后 抓住小哈顿的肩膀摇晃 直到小哈顿脸色发青 也不松手 林顿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 又撒谎 又打人 大吃一惊 赶紧来阻止 但野蛮的凯瑟琳 下意识地也给了林顿一耳光 林顿吓了一大跳 不知所措地愣了一会儿 脸色苍白地走出去了 凯瑟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他不想让林顿离开 但林顿说 这样的凯瑟琳让他感到害怕 以后他再也不会来了 凯瑟琳大哭了起来 说如果林顿就这样走了 他整个晚上都会难受 林顿走到院子里的时候 停住了 他犹豫了一会儿 又转身回到屋子里 我想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这次纠葛 仿佛揭开了他们最后的那层房贝 两个年轻人 抛开了有意的幌子 承认他们是恋人了 我们从管家迪恩太太的讲述中 了解到西斯克里夫 是山庄的老恩肖 从利物谱捡回来的孩子 他得到了老恩肖的宠爱 喜欢追随野孩子一样的凯瑟琳小姐 却跟山庄少爷心得利 睡火不容 但是在一次误闯画梅田庄后 凯瑟琳受到了良好的教养的感化 从一个野丫头变成了淑女 但西斯克里夫终日忙于浓活 形象和教养 与凯瑟琳有了明显的差别 两个人产生了隔阂 田庄小主人林顿 对优雅的凯瑟琳产生了爱慕之心 两人相交频繁 甚至在凯瑟琳暴露本性后 更加亲密了 凯瑟琳与林顿的爱情会长久吗 西斯克里夫知道二人的恋情后 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新德利终日沉迷于酒精 经常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其中最可怜的莫过于小哈顿了 小哈顿没能感受过一丁点父爱 还经常被发酒疯的父亲伤害 那天 新德利醉醺醺醺的回来 我还没来得及将小哈顿藏进碗柜 新德利就一把抓起小哈顿抱上楼 把他举到栏杆外面 小哈顿吓得大声哭号 拼命挣扎 我吓坏了 赶紧跑上楼救他 这时楼下有些声响 新德利探头去看 没想到 小哈顿就从他父亲手中挣扎出来 掉了下去 我的心瞬间揪了起来 但恰好 西斯克里夫正好从下面经过 他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小哈顿 我跑下去将小哈顿紧紧地搂在怀里 并对那个无良的父亲破口大骂 惊吓结束后 我轻轻地哼歌哄睡小哈顿 这时候凯瑟琳走过来 满脸焦虑 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并希望我能保守秘密 我本不想理这个坏脾气的姑娘 但她用那双 湖水一般迷人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的态度有些软化了 凯瑟琳跟我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林顿向她求婚 她也已经答应了 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迫切地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问凯瑟琳是否爱林顿 她立刻回答爱 还列举了诸多原因 比如林顿长得英俊 跟她待在一起很开心 再比如 林顿以后会很有钱 嫁给她会成为显贵的女人 当然 林顿也很爱她 我更纳闷了 既然有那么多理由 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啊 为什么凯瑟琳还觉得自己做错了呢 凯瑟琳捂着自己的胸口说 她心中有个秘密 她爱西斯克里夫 虽然她既不好看 也没有钱 是因为西斯克里夫比她更像她自己 凯瑟琳说 她与西斯克里夫是一样的人 而林顿则既然相反 如果说林顿是月光或者冰霜 那么她和西斯克里夫 就是闪电或者烈火 不过她又说 如果她现在嫁给西斯克里夫 两个人就得去要饭 这么做 无疑会贬低了自己 这时 我感觉到有轻微的动静 我知道 西斯克里夫一直在附近 当她听到凯瑟琳说 嫁给她就是贬低自己的时候 她悄悄地走开了 我对凯瑟琳说 如果她成为了林顿太太 就会与西斯克里夫分开 凯瑟琳激动地说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将她和西斯克里夫分开 她需要林顿认可西斯克里夫的存在 而且她会帮助西斯克里夫 建立一番事业 以摆脱辛德利的控制 我说 凯瑟琳要用丈夫的钱 帮助另一个男人发达起来 简直是天方夜谭 林顿可不会同意她这么做 但凯瑟琳依然试图说服我 同意她的想法 她说她爱林顿 也爱西斯克里夫 但两种爱情不一样 前者像森林的树叶 时间会让她改变 而后者 却像永恒不变的岩石 埋藏在地下 虽不容易看见 却是必不可少的 我越听越不耐烦 我大声地呵斥她 是一个不道德的 心术不正的姑娘 就在我们要吵起来的时候 约瑟夫进来了 我们的谈话 也到此结束 饭点的时候 仍然不见西斯克里夫的踪影 我悄悄对凯瑟琳说 西斯克里夫多半已经听到了她说的那番话 凯瑟琳猛地跳了起来 冲出去找她的伙伴 过了很久 凯瑟琳一个人 垂头丧气地回来 又安排约瑟夫出去找人 凯瑟琳一会儿走到山庄门口 一会儿走回房间 一会儿大声呼喊 一会儿安静倾听 她的情绪非常激动 最后伤心地大哭起来 傍晚后 天就阴沉沉沉地老 到了晚上 更是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可凯瑟琳 一点都不停圈 站在倾盆的大雨中等候着 被凌晨落汤机也不在乎 夜里十二点 凯瑟琳终于回到屋子里 她浑身湿漉漉地躺在靠椅上 打哆嗦 我劝她去换掉身上的湿衣服 她充耳不闻 我只能丢下这位任性的小姐 抱着小哈顿去睡觉了 第二天 新德里下楼 看见妹妹缩在沙发上 瑟瑟发抖 便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敢说西斯克里夫 跑了的事情 只能说 凯瑟琳小姐任性 淋了雨也不肯换衣服 不过约瑟夫可不肯放过 这个告状的机会 他满怀恶意地说 凯瑟琳追小伙子去了 不是白天溜出去 与林顿谈情说爱 就是半夜和西斯克里夫私混 丝毫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 新德里生气地说 要把西斯克里夫赶走 凯瑟琳倔强地说 如果真那样 他就跟西斯克里夫一起走 说着说着 他戳气起来 因为西斯克里夫 可能已经走远了 新德里把凯瑟琳骂了一通 命令他回房间休息 我逼着凯瑟琳回房间 可是回到房间后 凯瑟琳一下子发作起来 像疯了一样 我们赶紧请医生过来诊断 医生断定 凯瑟琳病情危急 他不仅发高烧 还精神错乱了 后面的日子里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 照顾着这位病人 连林顿老太太 也来看望了好几次 后来还坚持把凯瑟琳 接到化媒田庄 亲自来照料 不幸的是 林顿老太太和丈夫 因此传染上了热病 没多久 就相继过世了 经历了西斯克里夫的 不告而别 以及这场大病 凯瑟琳变得更加蛮横暴躁了 稍有不满就大动干货 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不过 埃德加林顿 依然为凯瑟琳神魂颠倒 在他父母去世三年后 他如愿以偿地 与凯瑟琳结婚了 凯瑟琳坚持要我 到化媒田庄陪伴他 可是我并不想去 小哈顿快五岁了 我舍不得离开他 但是凯瑟琳 不仅让林顿 给我开出了丰厚的工资 还让辛德利 命令我卷铺盖走人 我只能离开胡啸山庄 婚后的凯瑟琳 比我预想当中的好很多 她与林顿先生相亲相爱 与小姑子伊莎贝拉 也十分亲密 虽然这都是林顿兄妹 俯首贴耳换来的 不过一家子和和睦睦 总是好的 凯瑟琳依然会闹脾气 但林顿总是贴心地守护 并尊重他的妻子 默默地等待妻子 心情好转 还以为 这样的岁月静好 能持续一辈子 但幸福总是短暂的 平静的生活 在九月的一个傍晚被打破 西斯科里夫回来了 而且是衣锦还乡 你可以想象 凯瑟琳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 他兴高采烈地抱住林顿 大声地说 宝贝 西斯科里夫回来了 他回来了 三年的时间 西斯科里夫长成了一个 高大健壮的男子汉 神情 刚毅 神气 行为举止 老练气派 一扫从前的落魄样 不过林顿 一点也不开心 但凯瑟琳要求林顿 一定得和西斯科里夫做朋友 为了让太太高兴 林顿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让西斯科里夫进门 凯瑟琳让我安排了两张桌子 一张是高等的 给丈夫和依莎贝拉小姐 一张是低等的 给自己和西斯科里夫 三个人围着桌子喝茶 凯瑟琳和西斯科里夫 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 互诉钟情 相谈甚欢 林顿反而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局促不安 告别的时候 西斯科里夫说 新德利邀请他住到呼啸山庄 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可是仇人 但我也猜不透 西斯科里夫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半夜的时候 凯瑟琳溜到我房间 帮我弄醒 说需要我陪他聊聊天 与西斯科里夫的重逢 让他高兴地睡不着觉 但林顿却闷闷不乐 两人还为此起了争执 凯瑟琳跟我抱怨了一通林顿 还夸赞了一番西斯科里夫 我只能劝凯瑟琳 珍惜林顿这份真挚的感情 第二天 凯瑟琳似乎做通了 林顿的思想工作 林顿没有反对凯瑟琳 与西斯科里夫继续往来 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 也开始了正常来往 就在我以为 一切都恢复平静的时候 又来了一桩 让人烦心的事情 这段时间 伊莎贝拉总是茶饭不思 心事重重的 她越来越憔悴 脾气也越来越坏 凯瑟琳想去请医生来看看 伊莎贝拉却含糊其词 凯瑟琳倔脾气上来了 非要追问明白 没想到 伊莎贝拉哭着说 凯瑟琳和西斯科里夫 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支开她 一个人霸占着西斯科里夫 大家都听明白了 原来 伊莎贝拉爱上了西斯科里夫 这让凯瑟琳和我都大吃一惊 凯瑟琳连忙对伊莎贝拉 描述了西斯科里夫的野蛮和贪婪 希望伊莎贝拉放弃 对西斯科里夫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是伊莎贝拉非常生气 觉得凯瑟琳说谎 事实上 我的立场和凯瑟琳一致 而且我还告诉伊莎贝拉 西斯科里夫正在呼啸山庄 唆使辛德利赌博喝酒 图谋呼啸山庄的财产 这样的魔鬼配不上她 不过 这位陷入爱河的姑娘 一点都听不进去 还责为我们串通遗弃 造谣污蔑她的心爱之人 凯瑟琳向狄恩太太吐露心声 称自己爱林顿的英俊和富有 接受了林顿的求婚 但心里也装着西斯科里夫 西斯科里夫听到了凯瑟琳的选择 直接不告而别 凯瑟琳因此受到打击而精神错乱 痊愈后的凯瑟琳在三年后 嫁给了林顿 过上了幸福平静的生活 但西斯科里夫突然出现 打破了林顿一家的平静 凯瑟琳的小姑子伊莎贝拉 对西斯科里夫找了谜 可西斯科里夫喜欢这个单纯的姑娘吗 为了让伊莎贝拉死心 凯瑟琳甚至当着西斯科里夫和伊莎贝拉的面揭穿了她的暗恋 西斯科里夫直言不喜欢这种假模假式的小姐 两个人约好不再提伊莎贝拉的事情 但我总觉得西斯科里夫的行为举止不对劲 有一回我出门办事 故意绕道经过胡销山庄 靠近山庄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 脸蛋红彤彤的男孩 隔着大门向外看 那是小哈顿呢 我兴奋地叫 小宝贝 我是奈利 但小哈顿已经不认得我了 他捡起一块石头来砸我 还从嘴巴里结结巴巴地吐出一连串骂人的脏话 我简直快要哭了 小哈顿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用橘子讨好他 问他最近怎么样 小哈顿回答得颠三倒四 他说 他爸爸只要一骂他 西斯科里夫就会骂心得利 西斯科里夫还让他想怎样就怎样 因此他很喜欢西斯科里夫 我让小哈顿去叫他父亲出来 可是出来的人却是西斯科里夫 我感到非常的害怕 转身就跑 仿佛自己召来了一个妖怪 西斯科里夫果然没安好心 我得提防着他 不能让他在化眉田庄 干出什么坏事 一天我正在厨房做工 看到西斯科里夫拦住 伊莎贝拉说了些什么 伊莎贝拉窘迫地想离开 却被西斯科里夫一把拉住胳膊 抱在了怀里 我大声骂道 你这个卫君子 存心捣蛋的骗子 你一边说恨小姐 一边又向他求爱 凯瑟琳的声音突然从我耳边传来 谁在那儿 随后也看到院子里的那两个人 西斯科里夫发现了我们 向着厨房走过来 他与凯瑟琳为此大吵了一架 西斯科里夫大声吼道 你没有权利管我 你对我简直就是世间少有的残酷 我不可能因为你的甜言蜜语就放弃仇恨的 相反 你的小姑子是最好的复仇工具 凯瑟琳听完西斯科里夫的话 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想到 西斯科里夫不但不念旧情 还要蓄意报复自己 他放又放不下 管又管不住 气鼓鼓地坐在火炉前 脸憋得通红 趁着他们争吵 我溜到楼上去找林顿 鼓起勇气 将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全部告诉他 林顿非常生气 他本来就不喜欢凯瑟琳和西斯科里夫来往 再加上西斯科里夫这样的流氓行为 足以让两家断交 他气冲冲地跑下厨房质问凯瑟琳 怎么还和西斯科里夫在一起 面对林顿的质问 凯瑟琳却故意用轻视的口吻 反问林顿是不是在门口偷听 西斯科里夫文言也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林顿还是克制住怒火 警告西斯科里夫马上离开 否则就对他不客气了 西斯科里夫充耳不闻 反而调侃道 凯瑟琳的这个小羊羔 开始吓唬起人来了 不过他可一点都不害怕 林顿对我做了个手势 让我去喊仆人过来 不过凯瑟琳制止了我 还说林顿如果没胆去揍西斯科里夫 就要赔礼道歉 否则自己就挨顿揍 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办法 面对凯瑟琳的偏袒 林顿的脸色煞白 情绪非常激动 屈辱和痛苦交织在一起 他虚弱地靠在椅背上 蒙着脸 不知道是在哭 还是昏过去了 凯瑟琳还在继续羞辱林顿 西斯科里夫在一旁 嘲笑凯瑟琳 说凯瑟琳为了这样一个 没有血性的胆小鬼 抛弃了自己 他还去推林顿 靠着的那张椅子 没想到 林顿猛地站起来 朝着西斯科里夫的下巴 狠狠地打了一圈 差点把牛高马大的西斯科里夫打倒 然后快速从后门走了出去 凯瑟琳知道 林顿去找帮手了 让西斯科里夫赶紧走 西斯科里夫马上留之打击 西斯科里夫离开后 这场乱子还没有消停 凯瑟琳的情绪很激动 他跟我一直在抱怨林顿 说自己为了林顿 已经大骂西斯科里夫了 可林顿不分青红皂白地 冲他大声叫嚷 让他伤透了心 不过凯瑟琳 还是坚持 继续与西斯科里夫做朋友 并想通过一些苦肉计 让林顿妥协 晚上林顿来找凯瑟琳 一定要让凯瑟琳 在自己和西斯科里夫之间选一个 凯瑟琳并不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生气地大喊自己不舒服 并且把头往沙发扶手上撞 林顿看见这幅情景 又后悔又害怕 一会儿功夫 凯瑟琳便气喘呼呼地 说不出话来 我拿来一杯水 但凯瑟琳不喝 我便倒在他脸上 凯瑟琳仰面躺着 面色清白清白的 林顿吓坏了 可我知道 这是凯瑟琳的计谋 而且并不想让他得逞 便悄悄对林顿说 这没有什么 没关系 凯瑟琳听到我说的话 瞬间跳了起来 他劈头散发 眼睛冒火 气鼓鼓地冲回房间 关上了房门 不让我进去 第二天 凯瑟琳滴水未进 林顿则一头埋进藏书阁 对凯瑟琳不问不问 可我看得出来 凯瑟琳不在 他食不下咽 心烦意乱 第三天晚上 凯瑟琳终于打开房门 我给他送了一些吃的 凯瑟琳一会儿说 他快要死了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关心他 一会儿又说他不能死 因为死了 林顿就高兴了 并问我 林顿在做什么 我虽然觉得 凯瑟琳的举动怪异 但总觉得 这是他装出来的 我希望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找林顿认错 于是 我并没有把林顿的煎熬说出来 只说林顿一天到晚 埋在书堆里 凯瑟琳听后 惊慌失措地大喊 他都要死了 林顿居然不在乎 他让我去跟林顿说 他要死了 由于凯瑟琳刚吃了一些东西 我并不觉得他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我没想到 很快 他的焦躁不安就变成了疯狂 他用牙齿撕咬着枕头 从枕头里拿出羽毛摆放在床上 半梦半醒似的 说着一些风言风语 我越来越害怕 并且已经看出来 他又犯病了 只能紧紧地抓住他 免得出什么意外 就在这时 林顿进来了 我连忙说 老爷 太太病了 还把自己关在房里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你可别再和他怂气了 林顿急忙赶过来 把太太抱在怀里 转身责骂我 照顾不周 我自觉委屈 为自己争辩起来 我决定再也不帮他 打听事情了 这时候 凯瑟琳又突然来了精神 跳起来 骂我是奸细 是敌人 我觉得 不能让他继续发作下去 便出门找医生 医生诊断后 对林顿说 只要能在凯瑟琳身边 保持绝对的安静 病情还是会好转的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 家里所有人走路 都是捏手捏脚的 讲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唯恐打扰到凯瑟琳 但一个女仆人急匆匆地跑进来 大呼 家里发生大事了 西斯科里夫 带着伊沙贝拉斯奔了 林顿不相信 让我去房间看看 其实昨晚我去请医生的时候 路过了伊沙贝拉的房间 她确实不在 但在昨晚那么混乱的情况下 我根本不敢报告这个事情 毕竟枪打出头鸟 女仆结结巴巴地说 伊沙贝拉小姐和西斯科里夫斯奔的事 整个阵子都知道了 但林顿对此毫不惊讶 她平静地说 她是自愿走的 那就让她走吧 从今以后 我没有这个妹妹了 等她安了家 把属于她的家产送去就行 对林顿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凯瑟琳的病 因为医生还带来了另一个消息 凯瑟琳怀孕了 凯瑟琳不仅再次神经混乱 还患上了脑膜炎 万幸的是 在林顿一不解代的悉心照料下 凯瑟琳与她肚子里的小生命 都挺了过来 虽然凯瑟琳还是迷迷糊糊地 认不得人 但已经明显地在好转了 伊沙贝拉在出走后的第六周 来了一封信 宣布她与西斯科里夫结婚了 希望哥哥能原谅她 不过 林顿并没有回信 过了两周 我又收到了伊沙贝拉的一封偿信 她在信里说 她已经回到了呼啸山庄 但她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 用什么办法 能与呼啸山庄的人和谐共处 第二 西斯科里夫到底是一个疯子 还是一个魔鬼 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回到山庄后 西斯科里夫便不见了人影 无论我多么友好的对待山庄里的两个仆人 换来的都是非常粗鲁的对待 而山庄主人辛德利则嚷嚷道 要宰了西斯科里夫这个恶魔 在这里住着 我感到非常害怕 我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在壁橱旁打盹 我以为西斯科里夫会同情我 可他回来后非常生气 他说 林顿把凯瑟琳惹生病了 在他抓到林顿之前 我得带我的哥哥受罪 原来我一直是个傻瓜 艾伦 你一定得来看我 要亲自来 并且从埃德加那儿给我带点什么 我每天都盼望着你来 别让我失望啊 西斯科里夫知道伊莎贝拉对他的爱慕后 故意接近伊莎贝拉 凯瑟琳为此与西斯科里夫大吵了一通 当林顿与西斯科里夫对峙的时候 凯瑟琳却偏袒西斯科里夫 夫妻俩开始了冷战 由于接连受到刺激 凯瑟琳救急复发 而西斯科里夫与伊莎贝拉趁机私奔结婚 两个月后 他们回到胡销山庄 但伊莎贝拉却被残忍地对待 凯瑟琳的肚子里孕育了一个小生命 都说唯母则刚 这个小生命会让她好起来吗 看完伊莎贝拉的信后 我立刻去告诉林顿她妹妹的情况 但是林顿十分冷淡地说 早就预料到她不会幸福 她也不想与西斯科里夫一家有来往 听完林顿的话 我很沮丧 但还是决定去呼啸山庄 看望伊莎贝拉 我还没走到山庄 便看见伊莎贝拉在窗户旁张望 我想她一定从早晨就开始 盼望着我的到来 我进到山庄后 发现这所宽敞明亮的宅子 变得满目凄凉 壁橱上 桌子上 全是污迹和灰尘 更糟糕的是 伊莎贝拉仿佛被这种 邋遢的气氛同化了 她那原本漂亮的脸庞 没精打采的 头发也乱蓬蓬地盘在头上 像个拉里邋遢的贫贱婆娘 而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西斯科里夫 她看见我进来 态度很有善地向我问好 并给我让座 不知道的人 肯定会以为 她是个出身高贵 有着良好教养的绅士 伊莎贝拉急切地招呼我 并追问我要信件 我摇摇头 伊莎贝拉似乎没明白 低声让我交东西给她 西斯科里夫注意到 我俩的举动 对我说 奈利 你可以把东西拿出来 我和伊莎贝拉之间 没有秘密 我只好把真相说出来 林顿并没给伊莎贝拉 带来信件 并希望两家终止来往 伊莎贝拉听完后 随春 微微颤抖 莫不作声地坐回窗边 她的丈夫走到我身边 向我询问凯瑟琳的情况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并希望她不要再去打扰林顿家 最好能完全离开这个地方 可没想到 西斯科里夫竟然要我想办法 让她与凯瑟琳见面 否则就不让我离开呼啸山庄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西斯科里夫不依不饶 你以为凯瑟琳会忘记我吗 你和我一样清楚 凯瑟琳花在我身上的心思 比林顿多一千倍 林顿那个窝囊飞 对她来说只是一匹珍贵的马 怎么比得上我 伊莎贝拉忍无可忍 她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她哥哥 别喊了起来 凯瑟琳和埃德加相亲相爱 不输给世上任何一对夫妻 西斯科里夫立刻将矛头 转向伊莎贝拉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她说自己从头到尾 都没有说过爱伊莎贝拉 都是伊莎贝拉自以为是 痴心妄想得到她的爱 还讽刺伊莎贝拉 是一条可怜爸爸 摇尾起怜 心智低下的猎犬 西斯科里夫真是个疯子啊 可怜的伊莎贝拉 为了与她在一起 心甘情愿地抛下了 娘家的荣华富贵 却遭到这样的对待 但伊莎贝拉请求我 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林顿 或者凯瑟琳 因为西斯科里夫娶她 就是为了报复她哥哥 西斯科里夫继续讽刺了 伊莎贝拉起去 就硬把伊莎贝拉 推出了屋子 我正准备离开 这个糟糕的地方 西斯科里夫把我拦下来 说道 要么我得说服你 要么我得强迫你 总之 你得帮我见到凯瑟琳 我要听到凯瑟琳 亲口说说她的情况 否则 我就要带上手枪 去制服林顿了 我不会当内奸的 而且凯瑟琳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你这样做 未免太自私了 我距离力争 但西斯科里夫 不同意我的说法 他认为把凯瑟琳 留在林顿那儿 恢复经历 就如同把一棵树 栽在花盆里 是不可能 茁壮成长的 我与西斯科里夫 来来回回 争论了五十次以上 最终 我还是被迫 帮她带一封信 给凯瑟琳 并答应她 如果凯瑟琳 同意见她 就找个机会 让她溜进去 我不知道 这样做是对是错 我辜负了 林顿的信任 内心非常不安 但我又希望 西斯科里夫 真的能给 凯瑟琳的病 带来转机 过了四天 我终于 等到了一个机会 林顿带着一家子 上教堂去了 我打发了 和我一起看家的男仆 将信 拿到凯瑟琳的屋子 凯瑟琳 像往常一样 坐在飘窗上 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 现在变得温和柔美 一直在凝视着远方 她安安静静的样子 有一种超出尘世的美丽 可她那苍白的脸 却否定了她康复的可能 我将信递给凯瑟琳 她毫无反应 我告诉她 这是西斯科里夫 写来的信 她机灵了一下 接过了信 但由于精神状况 她没有看懂这封信 写的什么 她只是急切地指着 西斯科里夫的名字 用一种悲伤的神情 望着我 我向她解释道 她想来看看您 这会儿正在花园里呢 凯瑟琳没有给我回答 却俯身向着窗外 似乎在期盼上 楼下的大门 是敞开着的 虽然没有得到回复 西斯科里夫 还是大胆地闯了进来 不一会儿 她找到了我们所在的房间 她大不留心地向前 把凯瑟琳 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想 西斯科里夫也一眼就看出 凯瑟琳已经没有 康复的可能了 她痛苦难当 不停地吻着凯瑟琳 并绝望地说 啊 凯瑟琳 我怎么受得了啊 凯瑟琳似乎清醒了过来 突然发起脾气 她说 西斯科里夫 你和埃德加 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我不会可怜你 你把我害死了 我入土后 你还打算活多久呢 不要再折磨我了 凯瑟 临死用这种方式对我 是想要我煎熬地 死去活来吗 凯瑟琳面如死灰 嘴唇惨白 但却目光灼灼 一副恨得发疯的神情 她的心脏猛烈跳动 身体疲惫不堪 她呜呜员地说 我是不会安息的 西斯科里夫狠狠地说 那时候你既然爱我 为什么又抛弃我 你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心 这是你罪有应得 你害死了你自己 凯瑟琳抽气地说 饶了我吧 我现在也要死了 西斯科里夫看到凯瑟琳 楚楚可怜地求饶 心疼地说 你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都宽恕 我爱你 随后 两个人默不作声 脸贴脸 紧紧相拥 任凭泪水 互相冲洗 看着相拥而气的两人 我却很紧张 我告诉他们 林顿快回来了 不过 他们充耳不闻 依然一动不动地相拥 没多久 我真的看到林顿回来了 催促让西斯科里夫 快从后门走 可凯瑟琳 紧紧抱着西斯科里夫 不准他离开 就在我心急如焚之际 凯瑟琳搂着西斯科里夫的双臂垂下了 我松了一口气 可林顿已经上楼了 见到不速之渴的林顿 气愤又吃惊 他猛地扑向西斯科里夫 但西斯科里夫把昏过去的凯瑟琳 塞到林顿怀里 让林顿先救救凯瑟琳 林顿和我想办法 让凯瑟琳恢复了直觉 不过 他又谁都认不出来了 我告诉西斯科里夫 凯瑟琳好些了 让他快点走 他说 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门 不过 他要待在花园里 让我明天去给他汇报 凯瑟琳夜里的情况 但就在夜里十二点 凯瑟琳肚子里 才七个月的孩子就出生了 两个小时以后 凯瑟琳去世了 林顿痛哭流涕 最后筋疲力竭地趴在枕头上 脸色苍白 如同旁边逝去的凯瑟琳一般 毫无声息 太阳升起以后 我偷偷离开这间屋子 想到花园去找西斯科里夫 告诉他这个可怕的消息 但我又害怕找到他 因为我不知道 应该如何跟他交代这件事情 他正靠在一棵树旁 头发全部湿透了 一堆鸟 在离他不远处 飞来飞去的大窝 可见他保持这个姿势在那儿 占了很长的时间 没等我说话 西斯科里夫开口说 他死了 是啊 他死了 我抽气地回答 西斯科里夫浑身颤抖地问道 他是怎么死的 他有没有提到我 我停止哭泣 高声回答 你走之后 他就认不得人了 不过他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 他的生命 是在一个温柔的梦境中结束的 愿他在那个世界醒来的时候 温和善良 西斯科里夫突然像疯了一样 又是跺脚 又是大吼 愿他醒来的时候痛苦难当 凯瑟林恩肖 你不是说我害死你吗 那你就阴魂不散来缠住我吧 只是不要把我撇在这个深渊里啊 上帝啊 没有我的灵魂 我没法活呀 只见他仰天长笑 头一下一下地猛撞旁边的树干 他的脸上沾满了血 像极了一头疯狂的野兽 我害怕地掏开了 凯瑟林的葬礼定在周五举行 他的棺木摆在客厅里 林顿没日没夜守着 而西斯科里夫则每晚都待在外面的花园里 也不休息 我被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打动了 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与凯瑟林做最后的告别 趁着林顿去休息的几个小时 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西斯科里夫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他小心翼翼地来 又小心翼翼地走了 没弄出一丁点声响 要不是地上有一缕浅色的头发 我都看不出他来过 西斯科里夫打开了凯瑟林脖子上的小金盒 里面装着他丈夫的头发 他取出了那缕头发 将自己的一缕黑发换了进去 我捡起浅色的头发 打开小金盒 把两缕头发拧在一起 又装了进去 伊恩太太去湖小山庄 看望伊莎贝拉 却被西斯科里夫扣住 她想与凯瑟林见面 但凯瑟林与西斯科里夫见面后非常激动 两个人用尽全身力气 来表达对彼此的恨和爱 激动之下 凯瑟林昏了过去 当天夜里凯瑟林生下了一个女儿后 就撒手人寰了 凯瑟林去世了 她的离开能否换来两家人的恩怨两清呢 林顿悲痛欲绝 西斯科里夫也痛苦万分 凯瑟林葬礼后的第二天 我在客厅照顾小婴儿 这时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我以为是某个不懂礼貌的女仆 还大声呵斥了她 请原谅我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从呼啸山庄一路飞奔过来 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你醒醒好 帮我去我的衣橱拿几件衣服 给我准备一辆马车吧 我大吃一惊 闯进来的人居然是依莎贝拉小姐 她的模样非常狼狈 湿漉漉的头发 一缕缕地搭在肩上 薄薄的连衣裙和鞋子 都湿透了 一只耳朵下 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苍白的脸上 有轻肿的伤痕 我连忙让伊莎贝拉 先换上干净的衣服 到床上去休息 可伊莎贝拉 坚持让我按她的吩咐去做 待衣服收拾好 马车准备妥当后 才让我帮她包扎伤口 换上干净的衣服 伊莎贝拉从无名纸上 脱下戒指 并扔到火炉之中 她狠狠地咒骂西斯克利夫 那人毁了她的爱情 还毁了她的人生 她真希望那人立刻消失 随后 伊莎贝拉给我讲述了 她逃出生天的经过 最近这段时间 西斯克利夫基本没在山庄 她总是天亮的时候才回来 然后钻进房间里祷告 出来后又直奔天庄 昨天晚上 伊莎贝拉正在餐桌旁看书 而新德利 窝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的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这种宁静被西斯克利夫打断了 因为暴风雪 她回来的比平时早很多 新德利决定把西斯克利夫 关在门外 她把门栓都拉上了 然后恶狠狠地对伊莎贝拉说 你和我有一大笔账 要和外面那个家伙算 但我并不要求你做任何事 你只要静静地坐在这装哑巴 这个魔鬼丧命后 你就是自由人了 原来新德利想杀了西斯克利夫 可伊莎贝拉并不想做帮凶 她跑到窗旁警告西斯克利夫 如果她进来 她可能会丧命 面对危险 西斯克利夫居然没有害怕 反而一如既往地辱骂伊莎贝拉 还一拳打碎了一扇窗户 这时 新德利冲到那个破掉的窗口 想开枪射击西斯克利夫 可西斯克利夫用刀子 戳中了新德利的手腕 她还残忍地将刀子 连肉带血地拔出来 西斯克利夫捡起一块石头 砸开窗户 跳进屋子 对着新德利拳打脚踢 将她的头往地板撞了又撞 新德利倒在一片血泊当中 做完新德利 西斯克利夫又打骂了伊莎贝拉 还让她去收拾残局 所幸的是 新德利并没有被打死 她醒过来 但不知道自己挨过一顿打 西斯克利夫跟新德利说 这身伤是她自己发酒疯弄的 然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 新德利一脸憔悴 而西斯克利夫完全沉浸在痛苦中 一动不动 吃完午饭后 伊莎贝拉撞起胆子告诉新德利 她一身的伤 其实是西斯克利夫揍的 新德利愤怒地说 要勒死西斯克利夫 但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马上又跌落在沙发里 伊莎贝拉趁机高声说 得了 你害死你们家一个人就够了 谁不知道 要不是因为西斯克利夫 你妹妹也不会死 像当初她没回来的时候 凯瑟琳和我们是多么快活 她的话 引起了西斯克利夫的注意 她让伊莎贝拉赶紧滚蛋 伊莎贝拉故意激怒她 和换得逃跑的机会 她轻蔑地说 如果凯瑟琳当初 接受了西斯克利夫太太 这个荒唐下贱 丢人现眼的称号 很快也会落得 和我一样的下场 话音刚落 西斯克利夫抓起一把颤刀 对着她扔过来 划伤了她的耳朵 这时 坐在一旁的辛德利 猛地扑上去 和她扭打在一起 伊莎贝拉便飞快地 逃到画梅天庄来 伊莎贝拉向我讲完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就离开了画梅天庄 她逃到南方 暗顿了下来 开始与我家老爷 有定期地书信往来 几个月后 她在信中说 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林顿 凯瑟林去世后的半年 她的哥哥 辛德利也死了 我向老爷提出 到呼啸山庄 帮助料理遗产的后事 并提醒她 哈顿是她太太的侄子 她才是这个孩子监护人 老爷并不想与西斯克里夫 有任何瓜葛 便吩咐我去找她的律师 但律师告诉我们 辛德利将她所有的地产 都抵押给了西斯克里夫 以此换取现金赌博 在呼啸山庄的时候 我看见西斯克里夫 得意地对着哈顿说 好了 你现在是我的了 我的要看看 这一棵树要是有同样的风 来吹弯它 是不是也会和那一棵一样 长得歪歪扭扭的 我知道西斯克里夫的歪主意 马上说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林顿先生吩咐我 把他带回去 西斯克里夫毫不在意地说 你回去通知你家老爷 如果他想把这个孩子弄走 我一定会把凯瑟林的孩子 弄回来 由于我家老爷 是个性格温和的人 这句话 又无异于绑住我们的手脚 于是 我们再也没有插手 这件事情了 我家老爷 在凯瑟林去世后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自去一切植物 再也不出远门 去得最远的地方 只有凯瑟林的墓地 他深切地思念凯瑟林 有时甚至想与妻子团聚 幸好 世间还有珍宝 值得他留恋 那就是凯瑟林 留下来的小婴儿 很快 这个小东西 就沾满了他的心 我家老爷 为他取名凯瑟林 并习惯用简称 叫他凯瑟 这样 这个小家伙和他的妈妈 就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凯瑟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小家伙 他给这个家带来了阳光 他不仅天生励志 聪明灵力 活泼开朗 而且求知欲很强 是一个好学生 虽然他受尽宠爱 难免骄纵冒失 但他生气起来 从来不像他母亲那般 暴跳如雷 在老爷的保护下 凯瑟一直到十三岁 都没有去过 田庄地界以外的地方 不过 他对外面的世界 非常好奇 他的愿望 就是去最高的山崖看看 但是 去最高的山崖需要经过呼啸山庄 因此 他总是得到他爸爸这样的答复 你的年龄还不够大 现在想想 这十二年 大概就是我这辈子 最快乐的岁月了 凯西十三岁那年 伊莎贝拉来信 说他已经病了四个月 并恳求哥哥去看望他 因为他希望 能向哥哥最后道别 并把小林顿 叫到哥哥手上 我家老爷见信后 立刻动身前往南方 并郑重地嘱咐我和凯西 一步都不能踏出田庄地界 开头几天 凯西很听话 我想 他应该不敢自己出去 便渐渐地放心起来 可我没想到 我错信了他 那天凯西在附近玩耍 但很晚了也没回来 我连忙出门找他 大听到 他骑着小马 越过了地界最低的篱笆 跑出去了 我猜他肯定是去山崖了 我心急如焚 奔着山崖跑去 跑到胡销山庄的门口 我突然看见了 我们家的猎狗 我上前拼命敲门 不过女仆告诉我 西斯克里夫不在家 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一进门 我看见凯西悠悠闲闲地 在和哈顿聊天 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 我生气地催促他回家 可凯西却跟我赌起气了 他不肯戴帽子 在屋子里躲来躲去的 我气急了 说 要是让你知道 这是谁家的房子 你一定会乖乖离开 此前 凯西一直听哈顿 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的房子 便以为 这是哈顿家的房子 听我这么一说 他转头询问哈顿 哈顿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凯西又说 可他从来没叫过我小姐 如果他是仆人 就应该这样称呼我 不是吗 哈顿听完这番话 脸色阴沉 我赶紧把他穿戴妥当 带他离开 喂 给我把马牵来 凯西对哈顿发号使令 哈顿大声咆哮道 要我给你当庸人 你就得先下地狱 你这个无理的巫婆 凯西一开始 被吓得目瞪口呆 随后又大声嚷嚷起来 这时 女仆说了一句 和气点 小姐 哈顿先生 虽然不是这儿 老爷的儿子 可他是你表哥 凯西先是轻蔑地笑起来 他会是我表哥 别乱说 我爸爸到伦敦 接我表弟去了 我表弟可是个 体面人的儿子 这个人 怎么可能是我表哥 说着说着 凯西哭了起来 哈顿原本很愤怒 大概是看见凯西 哭就心软了 他去把凯西的小马 牵了过来 还让凯西别哭了 说自己并没有恶意 我打量着哈顿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 容貌不俗的年轻人 可穿着打扮 却像农场上干活的人 西斯克里夫 并没有在肉体上虐待他 但不纠正他的任何坏习惯 费尽心思 让他变成一个 愚昧无知的人 哈顿越是堕落 西斯克里夫 就越满意 小伊沙贝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逃出了胡小山庄 并到了南方定居 几个月后 生下了他与西斯克里夫的儿子 新德利去世后 他所有的土地和财产 都归西斯克里夫所有 他的儿子哈顿 也成为了山庄仆人 林顿悉心照顾女儿凯西长大 度过了平静快乐的十二年 可凯西趁着父亲不在家 擅自外出误闯了胡小山庄 并结识了哈顿 凯西无法接受哈顿是他的表哥 他父亲去南方接表弟了 那他会喜欢另一个表亲吗 命运的轮回似乎再次开始 几个年轻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三周后 我家老爷带着伊莎贝拉的孩子 小林顿回来了 马车还没停下来 凯西就激动地飞奔过去 他从来没有和他父亲 分别过那么长的时间 我家老爷也一样 两人拥抱在一起 车厢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 娇嫩柔弱的男孩 他裹着一件保暖大衣 靠着角落睡着了 他和我家老爷 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眉宇之间有一股病态的戾气 小林顿醒来以后一直在哭 凯西默默地坐到他的旁边 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轻轻他的脸蛋 为他喝茶 把他当成一个婴儿一般精心照料 老爷在一旁看着 微笑着说道 他会过得很好 如果我们留得住他的话 但是留下他 真的是太渺茫了 因为小林顿身上 还有另一个人的血脉 但没想到 预言立刻就被证实了 吃完茶点 我才哄睡着两个小孩 就有女仆来告诉我 西斯克里夫的仆人 约瑟夫在门口 他高声喊道 西斯克里夫打发我来 要他的小子 我家老爷 一想到妹妹的嘱托 就十分犹豫 但是如果留下小林顿 西斯克里夫 必定会胡搅蛮缠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平静地开口 告诉西斯克里夫 他儿子明天会到 胡啸山庄去 第二天一早 他就派我送小林顿 回胡啸山庄 还叮嘱我 不要跟凯西提起 他表弟的去向 我将小林顿叫醒 告诉他 要送他去与父亲 团聚一段时间 还编了一些 他父亲的好话 可小林顿 却说不认识父亲 他嚎啕大哭 只想和舅舅在一起 我家老爷 连哄带骗 才让他磨磨蹭蹭地动身 一路上 他问了许多 有关他父亲 和胡啸山庄的事情 我都尽量挑好话说 希望让他 能够开心点 但我比谁都担心 这么一个病歪歪的孩子 该怎么在 胡啸山庄活下去啊 到了胡啸山庄 西斯克里夫 兴致很高地 跟我打招呼 三步并坐两步地 走到门口 迫不及待地 要看看他的儿子 西斯克里夫 盯着他儿子一阵 讥笑道 天哪 好一个美人 我真倒霉 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 我牵着浑身 发抖的小林顿进屋 西斯克里夫 喊他过去 可他却害怕地 哭了起来 西斯克里夫 毫不怜惜地 把他拖了过去 粗暴地 拖着他的下巴 你可真是 你妈妈的孩子 可我在你身上 那一份在哪里呢 你这个哭哭啼啼的窝囊废 西斯克里夫 平静下来 细细地打量小林顿 并与他聊了一会儿 当他听到 伊莎贝拉 并未向儿子 提起他的生父时 又激动起来 骂了一通 我对他说 我希望你多疼点 这个孩子 西斯克里夫先生 然后找了个机会 溜走了 我刚刚关上门 就听见屋内 传来了小林顿 发疯似的哭喊 我非常难过 但只能离开 后来 我去镇上办事实 有时候会遇到 呼啸山庄的女管家 我总会问问 小林顿的情况 但她的身体状况 不是很好 经常咳嗽 伤风 这儿疼那儿疼的 西斯克里夫 越来越不喜欢她 很少跟她待在一起 女管家和仆人们 也不喜欢这个 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和她年纪相仿的哈顿 居致粗鲁 总是骂骂咧咧的 可想而知 呼啸山庄里 没有一个人在乎她 她也变得自私自利 遭人嫌弃 虽然我当初 对她很是怜惜 但久而久之 我对她的关心 也淡下来了 花梅田庄又恢复了 往日那般悠闲快乐的日子 一转眼 凯西就十六岁了 春天时天气明媚 阳光正好 我陪凯西出去玩 凯西兴致很高 蹦蹦跳跳地 跑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坡 她总说 还要再往前一点点 直到我们走出了 林院地界 她一个劲地向前跑 根本不听我的叫唤 等我追上她的时候 只见有两个人抓着她 说她偷东西 凯西则在为自己辩解 糟糕的是 其中一个抓她的人 正是西斯克里夫 西斯克里夫瞟了我一眼 便知道凯西的身份了 西斯克里夫 邀请凯西去呼啸山庄 还告诉她山庄里 有一个她很熟悉的人 好奇心旺盛的凯西 立刻答应 不管我怎么阻拦 她就是不肯听 我责备西斯克里夫 居心不良 西斯克里夫居然向我 和盘托出 我就是要让她去看看林顿 我还要让这对表姐弟相爱 结为夫妻 她还故作大度地说 伊莎贝拉的父亲 将田庄传给了伊莎贝拉 小林顿现在可是田庄的继承人 如果那个丫头能达成我的心愿 她可以和林顿共同拥有田庄 凯西与小林顿刚见面时 他们两个都没有认出对方 西斯克里夫告诉两人他们的身份 两人都开心极了 说了很多思念的话语 凯西对西斯克里夫的戒备完全放下来 还热情地问 这个姑父为什么从来不与他们家走动 西斯克里夫故作为难地说 是林顿先生嫌弃她太穷了 不配娶她妹妹 凯西信以为真 信誓旦旦地说 大人的事情并不会影响她和小林顿来往 还希望小林顿能去田庄看她 小林顿嘟囔道 那段路会要了我的命 还是你来吧 西斯克里夫轻蔑地看着她儿子 让小林顿陪凯西出去走走 病奄奄的小林顿却只想坐着 但西斯克里夫便让哈顿陪凯西出去玩 小林顿见状又追了出去 西斯克里夫阴森森地说 她爸爸当初怎么对我 我现在把哈顿压得更低 让她变得野蛮愚昧 还自明得意 最妙的是 哈顿对我还十分喜爱 这真是一种乐子 我没有搭理她 看着这三个孩子玩耍 凯西惊奇地发现 哈顿不识字 小林顿趁机贬低了一通哈顿 还嘲笑她的口音 哈顿受到了侮辱 又急又气 却无计可施 只能委屈地走开 小林顿用一种尖酸刻薄的语气 绘声绘色地向凯西描述 哈顿的种种缺点和奇闻意识 凯西觉得很新奇 听得津津有味 我突然对小林顿厌恶起来 回到家 凯西立刻向她爸爸坦白了 在呼啸山庄发生的事情 还责怪她爸爸 不让她和小林顿做朋友 一开始 我家老爷只是说 西斯克里夫是个坏人 让凯西不要和他们往来 可凯西根本不信 因为西斯克里夫在她面前 表现得很温柔 无奈之下 我家老爷只好简单地讲了 西斯克里夫对伊莎贝拉的种种恶行 以及她用什么手段霸占了呼啸山庄 她还告诉女儿 要不是因为西斯克里夫 她妈妈一定还活着 凯西静呆了 她从来不知道 居然有人可以如此穷凶极恶 晚上 我发现凯西伤心地在哭 她请求我 让她写个便条带给小林顿 解释她为什么不能去了 并且想送一些书给她 我一口拒绝了 来来回回地写信 肯定会没完没了 我们都希望她们能一刀两断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平息了 但我偶然发现了 凯西总是小心翼翼地摆弄她的宝箱 似乎在藏什么东西 我悄悄打开了她的宝箱 里面居然是一大堆信件 都是小林顿的回信 我阅读了那些信 一开始写得还是客客气气的 可慢慢地就发展成为了 让人脸红心跳的情书 还有一些话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 我气愤极了 拿着这些信件去找凯西算账 说要拿给她父亲看 凯西哭得心都碎了 只请求我烧掉那些信 不要拿给别人看 我同意烧掉他们 但要求凯西再也不能写信 也不能送任何东西给小林顿 凯西哭哭啼啼地答应了 这件事情之后 凯西一直郁郁寡欢 无精打采的 加上我家老爷 又得了重伤风 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凯西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如冬的一天 我陪凯西出去散心 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开朗活泼 反而一脸忧心忡忡的 还一度伤心落泪 更糟糕的是 我们还遇到了西斯克里夫 西斯克里夫 义正言辞地责备凯西 把爱情当儿戏 并威胁她 要把她写的信 拿给她爸爸看 而且还说 小林顿为了她而心碎 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就快要死了 最后她还放低身段 哀求凯西去救救小林顿 西斯克里夫 无耻的手段 真让我打开眼界 我打骂西斯克里夫 编造这些卑鄙的谎言 来骗凯西 便带着凯西 匆匆地回家了 可是很显然 西斯克里夫的话奏效了 凯西对那些话 深信不疑 她不顾我的劝说 决定第二天 就去呼啸山庄 林顿先生 把凯西的表弟 小林顿带回来了 但西斯克里夫 马上就来要她的儿子 林顿先生无可奈何 只能将小林顿 送回呼啸山庄 16岁时 凯西意外碰到了 处心积虑的西斯克里夫 被骗到了呼啸山庄 与小林顿相认 凯西补古她父亲的反对 偷偷地与小林顿 书信往来 并且爱上了小林顿 狄恩太太发现 并阻止了他们的书信往来 可西斯克里夫 却找到凯西 骗她说小林顿要死了 让凯西去救救小林顿 小林顿是否真的 病得很严重呢 第二天 我跟着凯西 到了呼啸山庄 凯西见到小林顿 非常地高兴 感慨道 你要是我亲弟弟 该多好啊 这样我就可以 一直和你在一起了 小林顿说 爸爸说 如果你成为我的妻子 你就会爱我 胜过全世界的人 所以 我更情愿你 做我的妻子 凯西 郑重其事地 否定了这个说法 不 我最爱的人 永远是我爸爸 而且丈夫 也会恨妻子 接着 凯西用西斯克里夫 和伊莎贝拉举例子 小林顿气坏了 说她的话全是假的 还大声嚷嚷道 我告诉你 你妈妈恨你爸爸 而且她还爱我爸爸 凯西气得满脸通红 两个人争吵起来 最后凯西把小林顿的椅子 猛地一推 小林顿咳个不停 而凯西 在一旁嚎啕大哭 小林顿闯过来后 一直责备凯西伤害了她 还赶凯西走 凯西难过不已 主动向小林顿道歉 但小林顿不依不饶 她只好离开 可就在凯西走到门口的时候 小林顿突然躺到了地上 撒泼打滚起来 我已经受够了她的坏脾气了 并不打算迁就她 可凯西又惊又怕地跑回去 哭着哄着求着 小林顿还在使着小性子 于是凯西加倍耐心地哄她 最终 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 中午我们离开胡销山庄 我警告凯西 再也不许去胡销山庄了 否则我就告诉她父亲 这一趟回来后 我生病了 只能躺在床上 凯西每天白天照顾完她父亲 就会来陪我姐们 过了三个星期 我终于好起来了 那晚上我请凯西给我念念书 可是凯西不是勉勉强强地念几句 就是说头痛而跑开 第三天晚上 我上楼想问问她好点没 可凯西根本就不在房间 于是我便坐在窗前等她 不一会儿 凯西就偷偷地从客厅的窗户爬进来 想溜上楼 我突然站起来出现在她面前 她大吃一惊 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去外面散心 我更加肯定她做了错事 便直接拆穿了她的谎言 凯西一下子扑过来 搂着我 哭了起来 我让她跟我说实话 凯西就开始讲述 她这段时间在干嘛 她说 自从你病倒后 我每天晚上都去呼啸山庄 待上两个小时 我和林顿坐在壁炉前聊天看书 尽管她很容易生气 但我真的很喜欢她 不过 也不是每天晚上都开心的 有一回 哈顿很高兴地跟我说她识字了 然后一字一顿地念出了门楣上的字 我让她继续念后面的数字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 还念不出来 我笑了她几句 就撇下她去找林顿了 正当我给林顿念书时 哈顿突然打开门 愤怒地冲了进来 对我们破口大骂 还抓住林顿的胳膊 直接把她扔进了厨房 还把我关在门外 林顿气得发疯 抓住门把手 一边摇晃一边尖叫 我怎么都劝不住 最后 林顿一阵猛地咳嗽 还喷出一口鲜血 一下子再倒到地上 我吓坏了 生死历劫地喊女管家过来 哈顿也过来 把林顿抬上房间 但他们不让我上楼 要求我必须回家 我站在楼梯口放声大哭 哈顿害死了我弟弟 我威胁他 要把他抓起来 哈顿听我这么说 也吓哭了 最后 他们还是把我逼回家了 第二天 我不敢去胡销山庄 怕见到哈顿 也怕听到林顿死了的消息 但第三天 我熬不住了 还是跑了过去 进门后 我看见林顿正在看书 看样子 他恢复得不错 我高兴极了 不过 他却不愿意跟我说一句话 最后他开了口 竟然说 那场乱子是我惹出来的 我很生气地离开了胡销山庄 并决定不再去看他 但是我的心总是空落落的 于是我抛开了那个决定 又去了胡销山庄 这一次 林顿跟我讲了很多真心话 他说 在他爸爸的辱骂下 他常常怀疑自己一文不值 因此内心很痛苦 但他在我面前 没办法掩饰自己的本性 是因为他爱我 他还说 他不值得我爱 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再也不来了 听了他的话 我觉得 我必须原谅他 凯西讲完了他的故事 要求我不要告诉他爸爸 当我认真考虑后 觉得事关重大 还是都告诉了老爷 老爷听完以后 非常吃惊 下了禁令 不准凯西再去胡销山庄 虽然凯西又哭又闹 但都无济于事 唯一让他安慰的是 老爷允许他给林顿写信 也欢迎林顿到田庄来做客 但凯西绝不能去胡销山庄 其实 我家老爷并不排斥林顿 他一点不计较 小林顿是西斯克里夫的儿子 如果他能给凯西带来快乐 他完全同意 小林顿把凯西领走 但如果 他只是任由他父亲摆布的工具 毫无可取之处 那自己绝不会把凯西交给他 老爷写信 说想见林顿 不过林顿拒绝了 他在信上说 父亲不允许他来田庄 并且恳求老爷 让他和凯西见面 还振振有词地大谈 让爱吕天各一方的限制 是多么的残忍 自己是多么的痛苦 书信往来持续了大半年 凯西和林顿 里应外合 终于说懂了老爷 老爷允许他们 在田庄地界内见面 每周见一次 并且由我监护 第一次见面 林顿并没有遵守约定 在田庄的地界内等候 而是让我们去到了 离呼啸山庄 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凯西兴高采烈地去了 不过我们见到林顿后 都大吃一惊 他的脸上毫无血色 走起路来软弱无力 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身体明显比去年还要糟糕 根本就不应该出来 但林顿硬说自己好点了 让凯西坐下来歇会儿 凯西坐下来跟他聊天 可林顿对凯西说的话题 都提不起兴趣 甚至连话都懒得说 凯西感觉到了她的冷淡 便想走了 林顿突然焦急起来 惊恐地看了一眼山庄 并恳求凯西多待半个小时 凯西很不高兴 但还是勉强地同意了 时间一到 她就飞快地离开了 我们都搞不明白 林顿怎么变成这样 以前她虽然爱发脾气 很能折腾人 但哄一下也就好了 现在她却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毫无生机可言 老爷的身体越发虚弱了 凯西十分忧虑 已经到了第二次会面的日子 但她并没有提外出的事情 不过老爷却劝凯西出去走走 因为她以为林顿可以给凯西带来一些快乐 我们又来到了上次会面的地方 林顿比上次积极热情了一些 但看得出来 她并不是真的热情 而像急迫地完整一桩任务 凯西生气地说 为什么你要把我弄到这里来 让我们两个都难受 我父亲病得很重 我并不想陪你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林顿浑身哆嗦地请求凯西不要走 否则她真的可能会死 凯西见她如此难受 又温柔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林顿来来去去只会说 我不敢说 我怕她 就在这时 西斯克里夫出现了 她粗鲁地拽着林顿回家 林顿吓得瘫在地上 只肯让凯西扶 于是西斯克里夫恳请凯西 扶林顿回呼啸山庄 一开始 凯西拒绝金山庄 但她抵不过林顿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同意了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居然是林顿和西斯克里夫 设计的圈套 凯西和我一进门 西斯克里夫就把门锁了起来 说邀请我们喝茶点 凯西意识到不对劲 便上前去抢西斯克里夫手上的钥匙 她掰不动西斯克里夫的手 甚至用上了牙齿咬 西斯克里夫脸色一变 直接扬起手 对着凯西的脑袋 噼里啪啦一顿猛抽 我拼命地冲过去 阻止西斯克里夫 却被她一拳打退 凯西被放开后 双手捂住太阳穴 颤颤巍巍地靠在桌子上 完全懵了 过了一会儿 才跑到我怀里 放声痛哭 西斯克里夫恶狠狠地警告我们 要听话 要求凯西明天就与林顿结婚 否则就让我们每天都尝一顿这种滋味 面对西斯克里夫 如此残暴恶毒的行为 林顿却缩在椅子上 一声不响 像只耗子似的 做出尸不关己的模样 凯西担心 如果自己彻夜未归 会让父亲担忧 从而家中病情 便答应西斯克里夫 与林顿结婚 但她提出 她必须得回家 否则她父亲会难过 可西斯克里夫却得意地说 一想到你爸爸会难过 我就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我怎么会让你离开 而且这都是你自找的 是你一次次不管她的训诫 偷着上我的家 不管凯西如何苦苦地哀求 西斯克里夫都无动于衷 我们就这样被囚禁了起来 在迪恩太太生病的三周里 凯西每天晚上 都偷偷地跑到胡销山庄 与林顿见面 迪恩太太将这件事告诉老爷 老爷下了禁令 不准凯西再去胡销山庄 但允许他们通信 但在凯西和林顿的理应外合之下 老爷又同意了他们 在外面见面的要求 没想到林顿却趁着见面的机会 配合西斯克里夫将凯西和迪恩太太 引诱到胡销山庄囚禁了起来 凯西能否逃出山庄 凯西和我被关进了女管家泽拉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 凯西就被西斯克里夫拉走了 我非常着急 却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的五天 除了哈顿每天给我送一次食物以外 我没能见到任何人 也没能从哈顿那儿得到一句话 第五天下午 泽拉进来了 他激动地对我说 村子里的人都说 凯西和你掉进沼泽里了 但还好 西斯克里夫先生就说 他把你们救回了山庄 哼 西斯克里夫这个大坏蛋 居然还编出这样的鬼话 不过 我没空计较这件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凯西 带他回家 因为老爷的病情日益严重 可能马上就要撒手人寰了 我看见小林顿一个人在壁炉旁 心里想着 或许能吓唬他 说出凯西的下落 便立声问道 凯西小姐在哪里 他满不在乎地说 在楼上 他已经是我老婆了 我不会让他走的 见他吃软不吃硬 我便跟他说起 凯西和他以前 相亲相爱的日子 想唤起他的同情心 可一切都是徒劳 他只顾着抱怨凯西 这几天一直哭哭啼啼的 吵得他睡不着 还说很高兴 舅舅终于要死了 这样他就能拥有 凯西的一切了 无论我如何软磨硬炮 林顿始终不肯放了凯西 而且他还告诉我 头一天 凯西又被西斯克里夫打了 我心痛不已 但只能先回去 再从田庄带人救凯西 回到田庄 我看见我家老爷 愁眉不展地躺在床上 还小声地念叨着凯西的名字 我跟老爷汇报了事情的始末 但隐去了林顿氏帮凶 以及凯西挨打的事情 我不想让他带着痛苦离开 我还告诉老爷 凯西今晚会回来 老爷让我去找律师 因为老爷猜到 西斯克里夫 觊觎凯西的财产 他想修改遗嘱 以确保遗产 不落入他人之手 同时 我还派了四个仆人 去救凯西 但没想到的是 律师早就被西斯克里夫 收买了 仆人们也被西斯克里夫 忽悠了 两拨人都空手而归 我决定 第二天亲自带人去救凯西 一定要让他们妇女 接上最后一面 幸运的是 半夜的时候 凯西在林顿的帮助下 逃了出来 我赶紧将她的眼泪擦干净 并建议她告诉她爸爸 她和林顿在一起很快乐 凯西愣了一下 马上就明白了 当天夜里 老爷就去世了 还好 最后的时光 他是欣喜的 幸福的 因为他最心爱的女儿 陪伴着他 老爷的丧礼 办得很仓促 而且丧礼结束的当天晚上 西斯克里夫亲自过来 抓凯西 回呼啸山庄 我请求他让凯西和林顿 都住到田庄 他一口回绝了 还真正有词地说 我正在给田庄找租客 而且他吃我的饭 就得给我干活 凯西并没有反抗 他对西斯克里夫说 我会回去陪着林顿 尽管你想让我们互相仇恨 可是我知道 他爱我 我也爱他 而西斯克里夫先生 你只是一个满怀怨恨的 没人爱的可怜鬼 你死的时候 谁会为你哭泣呢 凯西去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又请求西斯克里夫 让我去呼啸山庄干活 他也没有同意 反而阴森森地笑着说 你知道吗 我找了教堂执事 刨开了凯瑟林棺材上的土 我终于又看到了那张 魂牵梦绕的脸 等到我下葬的时候 我会叫人 把我们俩中间的棺材板抽掉 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西斯克里夫居然去打开 凯瑟林的棺材 我惊叫起来 你连死人都搅得不得安宁 真是太缺德了 可西斯克里夫 一点都不觉得愧疚 反而自言自语式地说了一通 我搅他 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搅我 整整十八年了 我总觉得他就在我周围 可我就是见不到他 我一闭眼就全都是他的身影 可一睁眼又不见了 一个晚上睁眼闭眼一百次 永远都是失望 不过 昨天我见到他了 我终于安宁了 西斯克里夫取下一幅凯瑟林的画像 让我明天送过去 然后就带着凯西离开了 他们不让我进山庄 里面的人是死是活 我都不知道 直到六个星期前 我偶然碰到了女扑泽拉 从她口中 我知道了一些山庄里的事情 凯西到山庄后的第二天 恳求西斯克里夫 请一个大夫来看一下小林顿 因为林顿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西斯克里夫却烦躁地回答 他的命一文不值 我并不打算在他身上花一分钱 而且我不想听到他的任何事情 凯西只好请求泽拉他们去找大夫 但是仆人们之前被林顿的坏脾气折磨够了 而且 西斯克里夫说过 谁都不能管凯西的事情 因此 没有人肯帮忙 没过多久 林顿就死了 过了几天 西斯克里夫把林顿的遗嘱拿给凯西看 宣告自己得到了林顿所有的财产 而凯西什么都没有 自林顿死后 凯西一直在房间待着 但天冷了 她不得不放下身段 下楼和佣人们一起考古 凯西曾经受过的良好教育 和与生俱来的雅致 现在一点用也没有 见凯西终于出门 最开心的是哈顿 她还把自己好好的收拾了一番 想讨凯西的喜欢 凯西在楼下看书 哈顿装起胆子站在她后面 试着跟凯西聊天 不过凯西把书猛地一翻 并不搭理她 哈顿后退一斜 盯着凯西的脸 然后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凯西的一缕卷发 凯西猛地转身 生气地大喊 快滚 你怎么敢碰我 哈顿吓得马上缩了回去 但没过多久 哈顿又小声地拜托泽拉 让凯西念一下书给大家听 泽拉大声地说出了哈顿的请求 凯西翻了翻白眼 冷冷地说 我和你们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想当初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们都躲得远远的 现在你们得搞清楚 我是因为冷才下楼的 不是来给你们解闷的 凯西对泽拉他们不屑一顾 还总是顶撞西斯克里夫 仿佛故意跟所有人对着干 迪恩太太讲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过来 我打算前往胡销山庄 告诉我的房东西斯克里夫先生 今后半年 我不会住在这儿了 他可以另找房客 得知我要去胡销山庄 迪恩太太求我带封信给凯西 我答应了 这次给我开门的还是哈顿 我特地打量了一下他 虽然他长得仪表堂堂 但言行举止之间还是十分粗鲁 他告诉我西斯克里夫先生不在家 领我进屋内等候 这时凯西正在准备午饭 相比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显得更憔悴了 不过他依然对我不理不睬 我暗暗地想 虽然他是很美 但并没有迪恩太太口中说的 那么和蔼可亲 我本来想把信 直接交给这位美人 但凯西不信任我 信被哈顿劫走了 得知是迪恩太太的信 凯西哭了起来 最后哈顿还是心软 把信扔回给她 凯西急切地看完信 问了我几个问题后 就陷入了沉思 我提醒他回信 他难过地告诉我 这里甚至没有一本书 没有一张纸 有一回西斯克里夫生气 将所有的书都毁了 他还说哈顿因为不识字 享受不了读书带来的知识 所以偷了他的书 想让他也变成一个笨蛋 哈顿听到凯西接他的短 满脸通红 结结巴巴地反驳他 我觉得哈顿有点可怜 一开始他因为不识字遭人嘲笑 后来又因为想识字遭人嘲笑 于是我开口说道 哈顿先生是想让自己长见识 而且万事开头难 我们都是那样磕磕碰碰过来的 哈顿忍着屈辱 却把那几本书拿了过来 扔给凯西 凯西却大喊 我不要了 我一看到这些书就想到你 我讨厌死他们了 说完还一边模仿哈顿的腔调念书 一边哈哈大笑 哈顿的自尊心遭到了践踏 他被激怒了 动手扇了凯西一巴掌 止住凯西的嘲讽 随后 他又将那些书扔进了壁炉 我看得出来他很痛苦 或许哈顿曾经希望这些书籍 能让他离凯西更近一些 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最后哈顿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这时西斯克里夫先生回来了 他看着哈顿的背影自言自语 真该死 他怎么不像他父亲 反而一天天地更像他呢 真受不了 我与西斯克里夫先生说明了来意 告诉他我下周就回伦敦了 十二个月租期满后 我也不打算续租了 离开的时候 我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 这里的生活真是又枯燥又压抑 幸好 我再也不用来了 凯西与林顿结婚了 却还被囚禁着 最后关头 林顿帮助凯西逃了出来 凯西才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不久 林顿也去世了 凯西在胡小山庄过得非常艰难 迪恩太太讲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洛克伍德先生也计划近期返回伦敦 离开之前 他去了一趟胡小山庄与房东告别 并帮迪恩太太带了一封信给凯西 还目睹了凯西和哈顿发生争执 他觉得整个山庄的生活都十分的压抑 难道凯西就这样在胡小山庄度过余生了吗 哈顿和凯西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呢 同年九月 我应邀到北方的一个猎场打猎 途中经过了吉莫顿 我心血来潮 突然想到画梅田庄看一下 我骑了三小时的马 终于到达了田庄 新管家一边手忙脚乱地帮我收拾房间 一边告诉我迪恩太太已经住到胡小山庄了 我很好奇迪恩太太为什么离开了田庄 便独自踩着夕阳的余晖走向胡小山庄 令我惊讶的是 山庄的门窗都大开着 这与以往大门紧闭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站在门口听到了一个银铃般清脆的嗓音说道 我都教你三次了 你真是个笨蛋 这次要好好记住 要不我就要薅你头发了 好好好 你听我念 一个低沉温和的男生回应道 我念得对吗 你是不是该亲我了 凯西竟然在教哈顿学习 要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 这俩人还水火不容呢 凯西在认真地示范读音 哈顿一字一顿地跟着念 念完后 还向凯西索吻作为奖励 不一会儿的功夫 哈顿就得到了五个吻的奖励 我想 这个时候要是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实在是太尴尬了 于是便绕到后面的厨房 厨房门口坐着我的老乡使 迪恩太太 她一边哼着歌 一边坐着针织线活 还不时地跟约瑟夫 扮几句嘴 一副心情大好的样子 我走上前去 迪恩太太认出是我 大叫起来 哦 是你呀 洛克伍德先生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也不事先通知我们 哦 我明天就会走了 我想来和你家主人 清算房租的事情 你怎么搬到这儿来了呢 我回答道 那你得找凯西解决 或者不如直接找我解决 毕竟她还没学会处理这些事情 迪恩太太说 我觉得很诧异 随后迪恩太太又说 啊 你还不知道 西斯科里夫死了的事情吧 啊 西斯科里夫死了 我吃惊地叫了起来 迪恩太太让我坐下来 原原本本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你从我们这儿走了不到两个星期 我就被西斯科里夫叫到呼啸山庄来了 她没解释为什么 我也不敢问 总之 我和凯西对这个安排都挺开心的 我还偷偷运了很多书过来给凯西接门 西斯科里夫不允许凯西踏出山庄大门 凯西就经常跑到厨房去 起码 还有约瑟夫和哈顿能陪着她 一开始 凯西对哈顿不理不睬 哈顿也绷着脸不说话 后来凯西变了态度 讥笑哈顿 说她愚蠢懒惰 每天就是吃饭 睡觉 干活 毫无梦想 简直像条狗 哈顿气得发动 但她在努力忍住不爆发 我责备凯西不礼貌 说她取消别人的行为 实在太坏了 凯西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将一本书放到哈顿手上 问道 要是我给你一本书 你现在愿意要吗 哈顿一下子就把书扔掉了 凯西没想到 自己当初的行为 居然会让哈顿 真的放弃读书 她对此非常自责 但凯西是个聪明的姑娘 哈顿在的时候 她总是故意大声地 念书给我听 然后念到有趣的地方 就停下来 然后把书 放在桌子上就走开 她想用书来吸引哈顿 不过 哈顿倔强得很 还是对凯西依然不理不睬 天气好的时候 她就出去打猎 阴天下雨的时候 她就跟约瑟夫抽烟 直到有一次 哈顿打猎受伤了 只能待在家里 凯西终于找到机会 与哈顿说话 她结结巴巴地说 哈顿 我现在发现 我很喜欢你当我的表哥 哈顿并没有搭理她 她伸手去把哈顿的烟斗抢过来 扔进壁炉 哈顿恶狠狠地喊 自厌你的鬼去吧 别管我 滚一边去 你那么恨我 我连给你擦鞋都不配 凯西哭了起来 解释道 我说你笨 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而且并不是我恨你 而是你恨我 你和西斯克里夫先生 一样恨我 如果我恨你 我干嘛为了你惹她生气 而你一直耻笑我 瞧不起我 哈顿说道 我那时候谁都恨 可我现在感谢你 求你宽恕我 凯西一边擦干眼泪 一边向哈顿伸出手 哈顿依然脸色铁青 不予回应 凯西犹豫了一下 随后弯下腰去 在哈顿脸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然后迅速坐回去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凯西递给我一本书 让我拿给哈顿 她说 要是她肯收下 我就去教她念 要是不肯收 我就再也不惹她了 我把书放在哈顿的膝盖 哈顿并没有扔掉 凯西悄悄地走过去 坐在她身边 两个人开始说句话来 他们就这样便亲密了 虽然哈顿并不会马上变得知书达理 凯西有时候也任性地耍小心眼 但是他们不仅相爱 还懂得相互尊重 有一回 凯西让哈顿拔掉了院子里的一些植物 腾出一块空地 打算从田庄移一些她喜欢的花草过来 可他们偏偏拔掉了约瑟夫最喜欢的植物 约瑟夫去找西斯克里夫告状 原本哈顿把事情揽了下来 可凯西直接承认是因为她想种花 所以才让哈顿拔掉的 西斯克里夫大为吃惊 责骂凯西动这儿的东西 也责骂哈顿听凯西的指示 凯西不甘示弱 大骂西斯克里夫拿走了她所有的地和钱 还拿走了哈顿的地和钱 莫了她还警告西斯克里夫 如果你敢揍我 哈顿就会揍你 西斯克里夫被激怒了 不仅因为凯西胆大妄为 还因为凯西居然挑拨哈顿来反抗她 西斯克里夫抓住凯西 正准备揍她 哈顿求西斯克里夫饶了凯西 突然西斯克里夫抓着凯西的手松开了 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凯西的脸 然后她把手缩回来 蒙住了眼睛 转过身去 故作镇定地说 如果你再惹我发脾气 我真的会杀了你 事后 哈顿严肃地跟凯西说 她不愿意听任何人在她面前 说西斯克里夫先生的坏话 她情愿凯西辱骂她 也不想听到凯西辱骂西斯克里夫先生 凯西听完以后非常恼乎 但哈顿问她 如果我说你爸爸的坏话 你还会喜欢我吗 凯西这才明白 西斯克里夫对哈顿而言 是父亲一般的存在 如果硬是要他们反目 实在是太残忍了 从那以后 凯西再也没当着哈顿的面 说过那个人的一句坏话 她还跟我说 对那天的挑拨行为 感到非常后悔 往后 每天他们都挨在一起念书 我干完活后 就坐在一旁守着他们 这样的生活 真是太舒服惬意了 有一天 西斯克里夫走进来 看到了这幅情景 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大发雷霆 反而挥挥手 让他们离开了 正当我也要离开的时候 他吩咐我别动 然后开口道 我费尽心力 得到了一切 正当我可以对他们的继承人 报仇血恨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失去了 以毁灭他们为乐的乐趣 甚至我连活下去的兴趣 也没有了 更可怕的是 看见哈顿 我就仿佛看见凯瑟琳 他时时刻刻在提醒我 我有过一个爱人 但我已经失去了他 我的内心一直牢牢地自我封闭着 我真是疯了 才把这些想法都对你说出来 随后 西斯克里夫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而且还在自言自语地 说一些吓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以后 西斯克里夫吃饭的时候 总是躲着大伙 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 一天夜里 他晚上没有睡觉 反而跑到外面的花园去溜达 清晨他从外面回来 浑身打着哆嗦 脸上却是开心的表情 我们都感到出乎意料 中午的时候 我忍不住问他 夜里去哪里了 他笑了一下 昨天夜里 我到了地狱的大门口 今天 我看见我的天堂 近在眼前 从那以后 西斯克里夫开始不吃不喝 夜里也不睡觉 而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还喃喃自语 他的语气低沉而真挚 我唯一听得清楚 就是凯瑟琳这个名字 凌晨的时候 我故意在厨房 弄出很大的动静 将他从魔症中弄醒 他走过来 带着一副狂乱的神情吩咐我 埋葬的时候 记得让教堂执事 按照他曾经说的执事办 当天夜里 西斯克里夫在房间 痛苦地呻吟了一个晚上 我们都很着急 天亮后 我们请来大夫了 但西斯克里夫锁着门 说自己好些了 不让人进去 可隔天早上 我再走进他房间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迪恩太太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讲完了 她还告诉我 凯西和哈顿会在新年那天结婚 然后就搬到画美田庄去住 到时候 她就是全英国最快乐的人了 我向迪恩太太告辞 步行回田庄 还特地绕到教堂那边 寻找那三个墓碑 中间的是凯瑟琳的墓碑 已经被石南树丛覆盖住了 埃德加林顿的墓碑上 只有些草皮和苔藓 西斯克里夫的墓碑 还光秃秃的 在广袤的天空下 我徘徊在这三个墓碑周围 心中不禁感慨 谁能想到那些长眠者 躺在如此安宁的土地之中 却不得安息 洛克伍德先生心血来潮 回到护小山庄 却发现一切都大不同了 他惊喜地发现凯西和哈顿 亲密无间地在一起 狄恩太太向他讲述了 凯西和哈顿 从水火不容到相亲相爱 互相尊重的经过 还告诉他 西斯克里夫已经死了 凯西和哈顿 将在新年的那天结婚 好了 护小山庄的阅读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你听了这本书 有什么收获呢 欢迎留言分享